好,大家晚上好,我是国外秀才 咱们这个视频呢,重点来给大家重点解读一下科技 以及呢科技板块的个股 那么像今天我们的盘面呢,实际上给出了这样哪个资金有试图切换 但是呢,从结果上面来看并不是十分成功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会发现啊,就是从涨停分布来看 像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 包括呢像,好,人工智能、数字货币以及呢5G 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但是呢,它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缺乏一个核心 缺乏一个主心股 就是呢,还呈现的是一种比较领善的一个表现 同时的话呢,这也从一定程度去表达什么呢 就是当前不管是区块链也好,云计算也好 包括呢,像大数据 以及呢咱们前面讲到的像5G 甚至说呢,像人工智能 它们更多的呢,呈现的依然是处于这样的一个 超跌反弹的一个范畴 但是从资金来看的话呢 其实像人工智能也好 包括像数字货币 以及呢,像5G方向 它近期的量能是有所回升 那么这从一定程度呢 可以做出两个解释 那两个解释呢 第一个,资金是有所尝试 那么它尝试的一个目的和方向是什么呢 尝试的目的是 待当能源车 新能源 周期 如果说一旦陷入退潮 那么新的方向必然是当前资金尝试的方向 就是呢,第一个是资金在进行一种尝试 那么第二点的话呢 当前的尝试还缺乏主行股 就是呢,尝试目前为止还不能认为 已经切换了 或是不能认为已经切换成功了 它只能视为什么 视为这样的一个试盘的一个动作 好 那么从中我们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市场动态 能够提前做出反应和准备 那么今天有些个股 包括呢,像科技当中率先涨停的个股 就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 注意的目的呢 第一个 观察后面哪一个具体的方向 能不能成为市场的新的主流 第二个呢 那么具有标杆性的 具有 有一定的人气标识度高的 那么呢,未来存不存在一些新的介入的机会 这是我们需要考察的重点 好 那么呢,咱们再来看一下 从个股层面来讲呢 咱们节省下时间 好 例如说 像武器方向呢 像东方通信和东信和停 这两个个股呢 技术形态基本一致 但是这两只个股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它都是属于涨停 然后多日调整再涨停 但是呢,具体再去比较的话呢 像两只涨停 像今天,像我们的东方通信 它涨停的时间要早于东信和平 其次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第一次 在我们的12月29日的时候 那么呢,东方和东信和平也是呢 属于涨停 开板 那么像东方通信的话呢 它是涨停没有开板的 那么二者选一 那么呢,东信和平它的一个强度 要远远的强过东信和平 所以说呢 像东方通信 可以呢 作为下周的一个重要的 风向标来去看待 这是其一 再者的话呢 像浪潮信息这一只个股呢 它也是属于 潮底反弹的范畴 然后的话呢 从48块4毛8间顶 24块4毛2间底 当起呢 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趋势 但是呢 它非常混合咱们 手摆绝筋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呢 涨停过之后呢 它是一个突破 这样的一个斜向下的趋势线 趋势压力线 那么呢 后面只要说有回踩的机会 可以用超短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跟踪 再往下呢 像中通电子 这只个股的话呢 它也是属于前面涨停 涨停过之后呢 冲高回落 今天再涨停 其实它是一种 像这种涨停板 就是属于N字板 或者属于这样的一个涨停 多日之后 调整多度再涨停 那么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它是属于一种加强的信号 那么它也可以呢 但是呢 它是属于呢 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突破 所以它也只能作为 短线 超短线的视角来进行跟踪 再往下呢 像玉银股份 玉银股份呢 前面走过 两年半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而且在两年半之前的话呢 它在12月17号 有过 12月17号有过 手摆涨停 然后调整多日 两年半 然后再调整多日 今天再出现涨停 量堆呈现的比较好 那么像这一支个股呢 它是有机会 如果说该方向走强的话呢 这类个股是有机会 就呢 有这种成腰的可能性和潜力 当然了 现在说还维持上早 只能作为一个观察的对象 这是002177 像盛阳股份 咱们就不讲了 因为昨天 用咱们复盘涨停的 点到唯一的个股 今天确实很强 直接给出一支板 那么给出一支板的话呢 对于普通散户来讲 也没有参与的机会 其实呢 讲到这一点 想给它吐槽一下 就算了 对于股市来讲 尤其是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散户呢 始终是处在弱势群体 那么对于机强的个股 例如说呢 不管是有利好消息 或者说是有一些 概念或者风口炒作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刺激 那么一些优质的个股呢 他直接上演这样的一支板 散户也没有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或者很难参与其中 像盛阳股份就是这样的例子 前面也有其他例子 所以说呢 其强 没有参与的机会 那么其弱 也没有参与的价值 所以说呢 讲到这一块呢 其实我们如果说把很多事情看明白 想明白 更多的话呢 是属于把握 较强 以及什么呢 以及适合我们的交易模式 同时的话呢 市场又给机会 它是一种 多个条件公正 我们才能够 合适的 舒服的去参与 好 那么整个这一块的话呢 例如说像咱们前面给他讲到 像5G的两个风向标 一个呢是机构的维度呢 看中兴通讯 然后呢 有制的维度呢 看的是武汉反股 那么中兴通讯呢 我们前面给他讲到5G的时候呢 就给他讲到一个核心观点 5G呢 它是一个超低反弹 但是呢 也不会局限于一日游 然后呢 像中兴通讯 手把涨停过之后 好 然后呢 调整 然后呢 再有冲高 回落 那么今天的话呢 其实盘中也有资金移动 资金移动的话呢 最高也是冲到将近七个点 而后的话呢 有所回落 那么讲到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咱们 因为咱们在前面呢 给他讲到过 就是一季度 上半场的话呢 像能源池 新能源 军工 它可能是成为主流 然后呢 下半场的话呢 像5G 人工智能 等等 像这些方向的话呢 可能呢 会成为 调整 充分 过重 成为新的资金选择 那么像今天的市场盘面呢 资金已经有所尝试 但是呢 还不能视为成功 所以说 今天给大家 这样的一个视频 分享更多的一个观点和视角呢 就是说 我们要提前准备 积极观察 有合适的机会 有适合我们方法的机会 有给我们合适的 就是呢 可把握的 可参与的 这样的机会点 那么呢 我们能够 先人一步 其实在市场当中 先人一步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呢 能够做到先人一步 有的时候呢 一些机会就把握住了 就是说呢 就是先人一步之路 如果说晚人一步的话呢 很多时候 他不是说和他们的问题的 可能 就是吃亏 所以说呢 我们能够通过复盘 及时的发现市场的一些变化 那么在这个变化当中 我们能够时刻准备着 至于说像东方通信也好 像浪潮信息 运营股份 那么呢 这些 各股的话呢 我们下周的时间可以呢 观察他们的动向 以及那看待资金的选择 如果说科技股有 有持续性 那么这些方向的各股的话呢 它很有可能成为标杆 反之 如果说整个科技方向呢 它仅仅是什么呢 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反弹过之后 再进入调整 那么呢 我们只是说 再等一等时间 那么呢 在我看的 像科技的方向呢 超低反弹 有一定的位置优势 只不过呢 当前还不具备趋势 我们需要呢 用短线的一个思维 以及呢 用跟踪的一个思维 观察其资金 观察其风向标 好 那么同时 那么像路效科技 相信这一支购物 很多朋友 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那么这一支购物呢 咱们在这一天 就给他讲到过 12月30号 讲到的时候呢 他只要说 不往下补下印线 那么呢 他很有可能会走强 那么涨停调两天 今天呢 再一次 充高到三个多点 那么这一支购物的话呢 我觉得趋势 应该还没有走完 但是呢 这也仅局限于 咱们 用咱们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进行跟踪 好 这是咱们今天呢 给他分享的 这样的一个内容 至于说像 新能源方向 像能源车方向 咱们呢 在稍后 会给他专题的一个 分析和推敲 我也看到 有部分朋友的留言 例如说呢 像咱们前面 给他重点讲到的 像离电池方向里面的 像诺德股份 那么呢 今天 再一次呢 反爆涨停 很开心 那么咱们在手摆的时候 讲到 讲到时候呢 当时 他也是属于 这样那个涨停 撞顶 后面呢 是属于突破性缺口 二边板 后面的话 给阴线的时候呢 讲到他有大概率 反爆的这样 哪个预期 因为呢 他属于大的平台突破 大的平台突破之后呢 小的平台再次突破 这是诺德股份 包括呢 像格林美 格林美的话呢 也是用同样的一个视角 大的平台突破 然后呢 突破之后呢 手摆 后面的话呢 给出回踩过之后呢 也给他讲到 有很强的反爆的预期 那么呢 反爆 涨停 调整 再涨停 像格林美 包括呢 像洛阳木叶 那么至于说 像很多 像离电池也好 特斯拉也好 包括能源池 包括新能源 很多强势的个股呢 趋着实施已经高高在上 那么有没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 机会 高率期换的机会 那么呢 咱们在下一个视频当中呢 再给他专题进行讲解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讲到的内容 核心的观点呢 科技 今天有资金在四盘 有尝试 目前还不能视为分割期换 但是呢 我们要做准备 就是观察 后面资金 以及呢 板块的内部轮动 以及呢 风格的这样的一个短暂的轮动 好 那么今天点到呢 仅供参考 那么像这些个股 像 不管是东方通信 浪潮信息 以及呢 预营股份 可以呢 作为 下周的一个风向来看 5G的话呢 中理还是 中兴通讯 武汉反股 然后呢 像今天的东方通信 也算其中 好 作为中理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积极的留言 点赞 好 再见